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上午好 我们今天的分享 是接着上一次的 昨天的内容 昨天我们讲的 基本上都是 讲的是 佛教的 师僧地里面的苦敌 那么今天呢 我们讲的是 第二个 吉敌 然后 吉敌 有些时候呢 佛经里面呢 有些时候就是 这个就不叫吉敌了 这叫做 西 前几天我们也看到了 佛经的四生地 佛说四生地井 这个里面呢 就叫喜 但是呢 宣藏法师的翻译 是吉 吉合的吉 我们这个 《心经》里面呢 也有枯吉灭倒 叫做吉 那他这个吉啊 是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因为有很多的 阴和元 集在一起 集中在一起 然后 才能够发生 某一个 结果 所以这些 所有的这些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发生的 这些 各种各样的这些 事情 看时 没有太多的音源 这就这么一个 某一件事情 引发出来的 单一的 这样子的音 但是实际上呢 不是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音源 都在这个当中 有些是我们能看得到的 有些是我们看不到 比如说 我们用手机 接电话的时候呢 我们能看得到的呢 就是手机本身 但是 从那边发过来的 这个无线颠簸 是我们看不到的 虽然我们看不到 但是它是存在的 它存在 尤其是 如果是没有它 那我们 只是有这个 手机是没有用的 同样的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这个发生的很多事情呢 它有两种音 在佛经里面 叫做 静音和原音 静音就是当下的 客观的一些因素 比如说我们生病了 那么生病的话呢 就是因为这个 一些 它有一些客观的因素 比如说维生 淫失 各方面的这些原因 叫做当下的因 也叫做客观的因素 也叫做静音 就是最近发生的因 因缘 然后这是我们 基本上我们能 看得到的这一部分了 然后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原因 那原因 就是有可能是 几百年前 几千年前 上一世 再上一世 再上一世 什么都有可能 过去很远很远很远的 某一个时期 我们就做了一些 什么事情 那么这个能量 就储存在 我们的阿赖耶石上面 一直都储存在这个当中 然后呢 现在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呢 它的因缘 它的因缘成熟了 成熟了以后呢 然后它就开始发挥作用 但是它要发挥作用 必须要有一个现在的缘 这个叫缘 需要一个因和缘都在 才能够这个出现这个结果 比如说我们一朵花 花的中子叫做因 然后呢 使为温度 空间 这个时间 这些叫做缘 因和缘 然后这个缘当中呢 缘当中 就有很多都是现在的 现在当下的 客观的 然后呢 因呢 也有客观的 也有这个 很早以前的 这样子的这个因 然后这么多的 过去的 现在的 然后因啊 缘啊 等等啊 全部集在一起以后呢 才能够发挥 这样子的作用 才能够发生 这样子的这个结果 所以叫做 所以叫做集 集就是这意思 很多的这个因缘 集合在一起以后 然后啊 才会发生这样子的国 那所以叫做 所以这个就叫做集 集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是我们用 集这个字的话 那昨天已经讲过了 它就是传集 啊 集集 国局 就是因为 某一件事情呢 就是 就 就做了某一件事情 然后呢 这个集集就留在 我们的阿雷耶识当中 但是佛教里面呢 就是中子和集集呢 它是有点点不一样的 中子是什么呢 中子是比如说 我们的阿雷耶识当中 储存了很多很多的中子 它是任何时候 都会发挥这个作用 中子就是这个 然后吸集是什么呢 吸集就是把这个中子 啊 断掉了以后呢 还有一些细微的 它的一些细微 残留下来的一些东西 还在 比如说我们 一个香枣 放在一个盒子里面 然后呢 当这个香枣拿走了以后呢 这荷子里面啊 还有一些香味 还有香味 那么这个就叫做吸集 这叫做吸集 所以吸集呢 比中子 还要 这个 还要微小 还笑 但是呢 它也会发挥作用的 发挥作用 所以这个 从佛经的角度讲啊 比如说 菩萨从一笛到七笛 到七笛 这个中间呢 这个之间呢 它是会断除烦恼 然后呢 到了八笛的时候呢 它把所有的烦恼都已经 成功的就已经断除了 但是 烦恼 我们的谭成痴 它所留下来的一些吸集 还没有 还没有断 所以就是八笛一吼 八笛九笛十笛 就是去断这个吸集 打成佛教里面 然后小乘佛教里面 阿罗汉 他们呢 断掉了这个烦恼的中子 都已经断掉了 烦恼它是不存在了 但是呢 一些烦恼的吸集 还在 所以呢 有些阿罗汉呢 因为就是因为 过去的 它的这个习气 所以有些这个 它的心为 它虽然它的心是很好 是很干净的 已经是 已经是证悟了阿罗汉 它没有贪成痴了 但是呢 它的一些心为上面呢 有一些是 就是看起来是不太 不太好的 就是因为是过去的 看起来当时的当时的人 看起来这个行为 是不太文明的 有这样子的这个行为 比如说话 还有就是 走炉啊 这些方面呢 就是有一些 不太好看的 有这样子的行为 会发生的 这个是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习气的原因 所以这个习气啊 中子啊 这么多的东西 击中以后呢 然后 发生一些阴 发生一些果 但是我们普通人的眼里 那么就我们看到的 就是这个现实的 可观的这些因素 然后我们就 很自以为的 就给它一个判断 说这个就是 这个这个这个银啊 这个锅的银就是这些了 除了这些意外 就没有别的了 那没有别的 你说没有别的 你怎么知道 没有别的呢 最后啊 就是归根结底 就是最后的 最终极的逻辑 就是我没有看到 就这个逻辑了 最后啊 就是它 就是没看到 因为我没看到 所以呢 它不会有其他的 这个因 但是如果这个 我们从逻辑学的角度去讲 那你没有看到 就能否定吗 可以否定吗 当然是不可能的 这个是不可能的 就是我们因为 高科技的这个 东西出来了以后 越来越感觉到 我们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的是不能否定的 没有看到的是存在 没有看到也就不一定 它不存在 所以我们的逻辑是 没有什么根据的 但是呢 虽然我们的逻辑 没有什么根 但是我们就是这么 这么判断 就是它的 它的因就是这些 没有别的 但是实际上呢 它有很多这样的因 在里面 所以叫做 辑 四生地的辑 达 达 要是真实的 真实的意思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那么 四生地的达 我们昨天讲 这个辑达的时候呢 它有四个特点 四个特点 同辑啊 无常啊 我们都讲过了 然后这个辑达呢 它也有四个特点 我们这个四生地 每一个地有四个特点 一共是十六个 佛经里面是怎么描述 但是这个基地呢 我们不分开讲 因为基地的这些 它的特点 全部都是跟因果有关系 都是从因 它这个因 怎么去发生 这个果 它会导致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果 全部都是跟这个有关 所以呢 我们下面讲了 这个因果以后呢 这些基本上都 这个里面都包含了 那我们 讲这个四生地的时候啊 首先呢 讲一下这个 佛所道干顶 这个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 一个一部佛经 我建议 大家看看 那个阅读一下 它的原文 那个白读里面呢 可以守 它的 原文就不多 不多就这么记忆 大家读一下 这个很有意思的 佛所道干经 那么 这个是 我们佛教里面呢 这个 这个佛经 虽然字不多 但是它的 底位 很高 那么 这个佛所道干顶 它 讲什么呢 它主要讲 内外 两个 营果 内外 两个营果 外营果 外营缘和 内营缘 就讲这个 营缘 那么 这个 外营缘和内营缘 外营缘 是什么呢 外营缘呢 它就是说 万事万无 它的 它们都在 这个营果当中 循环 任何一个东西 都需要 它的营和 它的果 它的营和 它的缘 只要有 这个营和缘 它才 发生 这个是 外面的 然后内在的 这个营缘 内在的营缘呢 我们 前几天讲的 这个 十二缘期 就是十二缘期 首先我们 讲这个 它的 里面的一些 改念 特别的重要 佛所道干顶云 如来出现 若不出现 发心长足 这个特别 特别的重要 这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这个 营果 我们在这个 《道干经》当中 讲的 这些 外在的 外在的 营缘 和内在的 营缘 这些都是 跟佛 有没有关系呢 释迦牟尼佛 跟佛 没有任何的关系 就是说 如来出现 比如说 释迦牟尼佛 出现在这个地球上 若不出 就是说 或者不出现 法行长足 就是说 法行就是 自然的规律 自然的规律 它永远都是这样子的 它永远都是存在的 这个跟佛 没有任何关系 就这意思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佛经跟这个 西方宗教 完全本质上的 不一样 就在这里 西方宗教呢 比如说 我们的这个 使节 跟商敌有关系 是商敌创造的 造物主创造 然后呢 佛教就是觉得 这个跟佛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它是 佛 它不是这个世界 不是自然规律 不是这个宇宙的 创造者 而是 发现者 它是发现了 这个自然的规律 但它没有创造 什么规律 这些规律 本来就存在的 所以就是说 如来出现 若不出现 释迦牟尼佛 出现在这个地球上 假如它不出现 那么它不出现了 以后 这些自然规律 是不是没有了呢 当然不是 这个自然的规律 法型 这个地方的法型是 这个 它的 所有的 万事万物的 本性 也就是它的规律 它的规律呢 永远都是常住 就是永远都是存在的 佛 佛陀比如说 三千年 大概三千年左右的时候 就出现了 那么三千年之前呢 三千年之前 六千年的时候呢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人类 拥有文字都有 已经是六千多年了 那么六千年的时候呢 一万年的时候呢 这些自然的规律 是什么样子呢 早阳存在的 都是存在 但是那个时候 没有人这么去数 但是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存在的 这个并不是说 这些规律啊 并不是说 释迦牟尼佛出世了以后才有 当然不是这样子 佛出世不出世 跟这些自然的规律 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自然的规律 它永远都是这样子 佛陀出世之前 也是这样子 佛陀源迹了以后呢 它已然就是 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自然的规律 自然的规律 不是谁创造出来的 自然的规律 它本来就是存在的 所以佛教就不会说 佛创造了这个世界 那他说什么呢 他说佛就发现了 这个世界的 因缘的规律 所以佛不是 缘起的创造者 佛就是 缘起的发现者 说佛发现了 如来出世 若不出现 那么这些发现 它永远都是存在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出来了 那个佛教跟其他的 这个宗教不一样的地方 有很多很多 本质上的 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也不能说 谁的错 谁的对 谁的好 谁的坏 但是呢 就不一样的 这个差别呢 就是实实 这个每个宗教 他自己的这些 这些书里面呢 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就是 都有很多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说法 不一样的观点 但是这些 不一样的观点当中呢 哪个好 哪个不好 我们先不说 但是就是有一个 这样子的 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是一个 本质上的 一个不同的地方 所以如来出现 如来出现了 那么这个自然的变化 自然的规律 有没有什么变化 那不会有什么变化 若不出现 那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只是佛就把这个事情 给大家 说给大家听而已 发心成住 这个特别的有意义 我们这一句话 出现在 我们的很多的佛经里面 出现在很多佛经里面 还有一部 这个佛经里面 还有一部叫做 愿其经 就是也是讲这个 缘起的 一个这样子的佛经 那么这个 缘起经里面呢 也有这句话 如来出世 若不出世 如来出现 若不出现 发心成竹 这个是存在 然后另外一些 另外一些 这个大乘佛教 将佛心 将如来藏的 这个佛经当中 也有跟这个 一模一样的话 那但是内容就不一样了 那那个时候的内容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来出现和不出现 出现也好 不出现也好 我们的心的本心 佛心 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有的 法心成竹 就是说 我们的心的本心 是佛心 我们的心的本心 就是 如来藏 光明的 那么这个 跟佛出现不出现 又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这个佛不出来 佛不存在 这个世界上 但是 我们的心的本心 它永远都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 跟佛没有什么关系 这也不是佛 创造的 所以 所以就是 将佛心 如来藏的这些 达成佛教里面呢 有这样子 一模一样的话 但是它的内容 不一样 它的内容就是这样子 那么佛说 道干净 和这个 缘起净 这两本 这个佛经里面的内容呢 那就是 自然的规律 它没有 不是讲这个 我们的心的本心 它是将我们的 客观上的 或者是 用佛教的话 就是世俗层面上的 这个规律 这个规律 永远都是存在的 它这叫做自然的规律 所以我们这放了一个张图 就是这个是一个 这个台阳锡的 这些每一个 这些田体 它自己的 贵道上的这些 云转的这些 熟局 云转的这个规律 这些都跟佛 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呢 我们在地球上呢 比如说呢 就长出了一个 一个小小的植物 一根草 那么这跟佛有关系吗 跟没有关系 任何没有关系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 杀生 造罪 然后呢 出现了这个恶的国报 这个佛有没有关系呢 这也跟佛没有关系 这也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佛跟佛有关系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出家人的截律 或者大乘佛教的 这些截律 这些截律呢 就像法律一样 这是跟佛有关系 这些截律 是佛指定的 是什么是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这是佛指定的 但是比如说杀生 比如说造罪 山有山保 恶有恶保 这个是不是佛指定的呢 这跟佛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不是佛指定的 这是佛是发现了这个事情 所以这些都跟佛没有关系 所以这些呢 都是一种自然的 它本来就是一种自然的规律 那这个如果 如果比如说 他不信佛的人 这个地方呢 也有一个佛教 跟其他的宗教 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 他本来就是不信佛 他根本就不信佛 他是一个比如说基督教徒 或者是其他宗教的行徒 然后呢 他做的这个事情 是好事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他做的好事 他有 他欣赏 他肯定有山保的 佛教他不会说 凡是信佛的人 是天堂 然后呢 其他人就是地狱 佛境里面 不会出现这样子的话 佛就是说 反正不管你信不信佛 反正你做好事的人 你哪怕是一个无神论者 威武论者 如果你做的好事 你做的是善事 你做的是好事 你不相信这个善有善保 欧业无保 但这个跟你相信 不相信 没什么关系 你到时候呢 一定会有善保的 一定会有善保的 所以呢 你就是因为你心善啊 那你心善的话 你虽然就你认为 这个不会有什么善 善有善保 但是呢 这个跟你的心 你心不信是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跟佛也没有什么关系 跟你的主观意识是 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客观的自然的规律 你不信它也会出来 你心它也会出来 佛不在的时候 它也是这样子 佛在的时候 它也是这样子 所以 所以这些都是 不是佛的 佛执定的 这些都不是佛 英国规律不是佛执定的 如果一定要说一个佛执定的 是佛执定的 那就是我刚才讲的 这些出家人的戒律啊 这些是佛教的内部的一些规章制度 那么这些是佛执 是佛他自己执定的 其他的不是佛执定 所以这个佛经里面讲的特别清楚 从这个地方呢 我们刚才也看到 就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 凡是你这个 不是佛 凡是心善的人 你不是佛教徒 你跟佛教 没有任何的这个信仰 但是你自己心善 这样子的话呢 那也是善有善保的 这你诸观意识的观点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所以这一句话是特别的重要 这是一个佛教的原则 因为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在这个后面呢 就出现了很多很多 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说法 不一样的观点 这是第一 然后第二 然后呢 当时这个《导干经》 是怎么样出来 怎么样说的呢 有一次佛跟这个歌诸比丘 出去的时候呢 在路上 佛陀就建了一个导干 然后呢 他看着这个植物 然后呢 说了一句话 说了什么呢 说了这个 说了就这句话 若见银元 必己见法 若见欲法 己能见佛 他就说了这么几句话 意思就是说 谁能够看透了 这个银元的法 那么他就是见到了法 见到了法 谁见到了法 谁就能见到了佛 他意思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以后呢 后面这个佛陀他们大家 宗辱的时候呢 就是就顺便这么说了两句话 然后后来呢 这个舍利子 他还不明白这个意思是什么 然后呢 他想问 清剿一下这个问题 他要想指导这个话的意思 然后呢 他就去照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 然后两个人呢 就坐在一个外面的一个石头上面 就一个很大的一个石头上 两个人坐在这个石头上 聊天 那聊天的时候 舍利子说 这个弥勒菩萨啊 刚才佛陀不是说 若见因缘必见法 若见于法必能见佛 这什么意思呀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然后弥勒菩萨呢 就是给舍利子讲他的这个意思 然后就这个 这个他们的谈话的过程 记录下来了以后呢 就变成了佛所道干经 佛所道干经 所以佛经里面呢 有三种佛经 三种佛经 一个一种是佛亲口说的 他自己直接说的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佛允许的 虽然不是佛说的 但是呢 佛是允许怎么说 怎么做的 这个这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后面呢 佛的这些 佛讲的这些法 就是形成文字的时候呢 佛就是说 那个时候啊 佛陀就说 你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呢 可以在前面后面 架一些 架一些东西 架什么呢 前面就是说 如实我闻 这某某某地方 佛陀跟2500个人在一起 当时呢 谁谁谁 起来向佛 磕个头 然后呢 亲吻佛陀 这个是是是 怎么怎么样 这个刚才你说的是 怎么怎么回事 等等 就问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 佛陀就是说 什么什么 那么这一部分呢 这不是佛说的 这一部分不是佛说的 是后来的 把这些文字记录的人 他们加进去的 但是佛 还没有这个 做文字的时候 佛之前的 之前就佛还在的时候 佛就告诉过他们 你们未来 把我这样的这些 形成文字的时候呢 可以就为了大家方便了解 前面就加这么几句话 然后呢 中间呢 也可以说啊 那个时候谁文 文语 大语 等等 这些呢 也可以讲 然后后面的时候呢 最后的时候呢 那那个时候呢 佛陀这个回答完毕 或者是将发完毕的时候呢 大家都是皆大欢喜 赞叹佛教的 佛陀的说法 这个也是 不是佛说的 但是后面的人 这个文字记录的人 假的 加进去的 但是这是佛陀允许的 佛陀就是说要 加这么几句话 这是第二 第二中佛经 但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佛经 它就在所有佛经里面 都有这些话 但这个不是佛说的 这是第二 第三就是像这样子 道干经这样子 它不是佛讲的 但是呢 佛就是加持了这个 弥勒菩萨 还有就是这个 舍利兹 他们两个的对话 我们的心经也是这样子 心经也是 不是佛讲的 是观世音菩萨和舍利兹 他们的对话 但是这种佛经呢 也会放在这个佛经里面 那它不是佛这样子 为什么放在佛经里面呢 这个叫做 这一部分叫做 佛的加持 佛 佛加持体 意思就是佛加持了 这个这两个人以后呢 然后他们就开始 有这样子的心 我要去问一下 然后呢 他就回答 那这个呢 跟佛经是完全是一样 因为这个是佛 被加持了以后呢 他们能说出这样子的话 所以这个是跟佛 讲的是完全是一样 所以这一类的 很多的 心经啊 这个等等 特别多 那这个都是跟佛 讲的是一模一样 所以也放在佛经里面 那么 这个就是属于 这个导干经啊 就是属于这种佛经 那么 他就是说 那个弥勒菩萨呢 然后就给他讲 刚才佛讲的是 这些这些意思 然后呢 我们再给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 这意思啊 诸比求 佛陀奏儒的时候呢 后面就跟着 很多很多的 这个出家人 然后呢 各位出家人 就是这意思啊 然后就说 如果你们 能够这个 看懂 看懂 银和愿 银缘的话 那你们就见到法了 但没有说 什么是法 这个时候啊 然后如果见到了法 那你就是 等于见到了佛了 那这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 银缘 它有两个意思啊 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 世俗的层面的意思 另外一个是 更高的是 生意的层面的意思 那世俗层面的意思呢 就是世界上的 任何一个东西 善恶等等一切 或者是我们外面 外面的这个宇宙 包括外面的宇宙 一切都是 在银缘当中循环 他们没有一个 像这个 像这个人格化的上帝 或者是当时的 印度的这种 各种各样的宗教 也有很多的神 他们也会说 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 那么佛头就是说 这个没有这样子的神 一切法都是 他自己的淫源 然后产生的 他自己的淫源 所以如果你搞懂了 这个淫源法 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你就知道 那未来 不需要靠谁 未来我的民运 就我自己的手里 所以我现在去行山 我的未来一定会好的 如果我现在 去造很多罪 这样子的话 我再求再怎么样 都没有用 谁也救不了的 求上帝也好 求各种各样的神也好 求佛也好 都是没有用的 自己如果没有做好的话 谁都没办法救 所以从世俗的层面来讲 懂了这个道理以后 然后自己就能够救自己 所以就这个规律看到了 自然的规律看到了 这叫做笔记减法 就叫做自然规律 你就明白这个自然的规律 这意思 然后从生意的这个层面看 我们平时就是大乘佛教里面 讲这个缘起行空 这四个字 基本上经常都在一起 缘起行空 这个佛教里面 这叫做固定的短语 固定的短语 它就是一个短语 它是固定的 经常都是这么一起有 那这个叫缘起行空 缘起是从它的世俗的层面讲 那行空本行是空 这个是它的生意的层面讲 然后如果你就看懂了 或者是证悟了 这个生意层面 或者是它的这个本质的这个层面 空心的层面 看懂了 那这样子呢 你就见法 这个时候的法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的法是 一切法的本心 也就是空心 那么谁见于法 若见于法 如果谁能够看到了这样子的空心 那么他就说 己能看见佛 见佛 佛是什么 佛就是法心 这个我们禅宗里面经常都是 都讲这个 禅宗讲的佛 大部分他讲的佛 都说指的是我们自己的 本心的这个佛 这个佛就叫做 发心佛 或者是法神佛 那见到了空心 就是 等于就是见到了 法神佛 所以我们 比如说我们当时 释迦牟尼佛 在引渡的时候啊 这人人都可以看得到 看得到佛 每一天都看得到佛 只要你想见他 都能见得到他 但是那个时候的人 见到的是什么呢 这个叫做 华神佛 华神佛 还不是法神佛 那么我们今天的人呢 同样我们也可以 人人都可以见到佛 人人都可以见到佛 那我们见到的佛是什么呢 比当时的他们 见到的佛 更高一个级别 那我们可以 能见到的佛 就是这个 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 自己的心的本心 那么 这个才是真正的佛 佛有这个 法神 宝神 华神 三个神 那这个当中 法神佛 才是真正的佛 法神佛就是真正的佛 华神是在这个 法神佛里面呢 这个法心 或者是法神佛当中 偷使出来的一个华神 这个就是 用来给大家 穿法呀 就是读终生的 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先想 实际它的本质就是 法神 所以我们今天的人 也能见到佛 那我们见到佛 就直接就可以见到 法神佛 必化身佛还要好 所以 佛陀的意思就是说 若兼于乏 即能兼佛 就是这意思 这是这个 这个道干经当中的一个 特别重要的一个 一个方案 那么我们今天呢 我们学习的时候 是先不说后面的 我们先第一个层面上的意思 就是 缘起 因为万事万物 都是原因和原决定的 那从这个层面 因为佛教心理学 心理的变化 也就跟这个因和原有关系 佛经里面讲 比如说我们 贪嗔痴 这样子的烦恼 任何一个烦恼 它的产生 有三个原因 三个原因 也跟这个有关系的 三个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个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就是有这个贪嗔痴的种子 种子就是潜在的 它的能力 潜在的能力 虽然这个时候还没有出来 但是呢 它就在 就在我们的心里 就隐藏在我们的心里 如果有一天 就是跟外界 遇到了一个什么 比如说有人说坏话 这样子的时候 他立即就会成熟 立即就会出来这个愤怒 所以这个就是说明 我们的心里 本身就是有这个种子 这是第一个 这叫做淫 缘 缘就有两个缘 缘是什么呢 第一个 比如说有人说我的坏话 我听到了以后 我生气 这样子的话 这个生气就是坟奴 贪嗔痴的沉 那么我生气的 主要的一个原因呢 是这个种子 我自己的心里 已经有这个种子 一直都有 这是主要的原因 这叫做淫 缘是什么呢 缘是这个人 就是在当面 或者是其他地方 就说这样子的话 这个是客观的因素 这是第二 第三是我主管的 这个我的人质 然后呢 我认为 他说我的坏话 他侮辱了我 他对我怎么怎么样 然后呢 有这样子的这个观念 有这样子的观念 这叫做 在佛经里面呢 这个叫做 垫倒作义 作义 就是 就是一种思考 思考或者念头 垫倒就是一个 相反的颠倒的念头 这些颠倒的念头呢 产生了以后呢 然后这三个因缘 集合 然后立即就会 立即就会 这个会生气 这样子 所以这个 所以我们呢 就是先不讲这个空心 这样我们先讲 那个 这个世俗层面的 若见于法 就能见佛 所以在佛经里面 这个知道元气 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这个 所以这个 道干经的敌位 在佛经里面 敌位很高 是主要这个原因 好 第二 然后呢 这个是什么呢 这就是对佛陀 当时对这个 元气的定义 后面的两句话 就是元气的定义 佛经里面 尤其是这个佛的论里面呢 这个定义 它特别特别的忠实 因为有这样子的定义以后呢 我们立即就知道 它是什么样子 不需要用太多的字 立即就知道 所以定义特别重要 言应远者 就是说 言就是说佛所的这个因缘 这是弥勒菩萨说的 言应远者 言是谁言的呢 就是佛言的 佛所的 刚才佛说的因和缘是什么呢 佛所的因缘 首先第一个 第一句话就是 次有 故必有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次生 故必生 这两个特别的重要 在佛经里面 我们经常都用这两句话 这两个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次有 故必有 这个就是 比如说 这我们三个 小萝卜里面 一个是长的 一个端的 如果长的 这个长 不在的话呢 短 不会存在的 或者是短 不存在 就是长是不存在 因为这两个是 相对的 相对 这没有一个 绝对的长和 没有一个绝对的短 长和短 都是相对的 坐和有也是相对 高和短 长 轻和重 等等 这些都是相对 这些对应的 二元的这些东西呢 全部都是相对的 只有长 就会有短 就是因为长 什么叫做长 它没有一个 是一个绝对的长 但是任何一个东西 长 然后呢 旁边就放一个 比它短一点的东西的时候呢 它就变长了 如果呢 旁边的这个 比它短的东西拿开 放一个长的东西 那它立即就变短的了 所以呢 这是相对的 所以这些都是 所以这些呢 我们也平时 我们昨天也讲到 实际上我们的意识 在给它贴 各种各样的表情 这个是中间这个萝卜 就要长 后面这个叫短 如果后面 把这个萝卜去掉 放一个更大的 那么中间的就变成了短 后面的就长 所以这种观念 都是我们贴的表情 我们贴的表情 实际上 这个世界上 没有成了 没有这个长和短 这样子的东西 但是呢 是我们 就是把 就是根据当时的这个情况 就是这样的贴标像 那么这个也是一种缘起 因为有长 就诞生了远 又诞生了短 又短 然后就诞生了这个长 所以这个 如果这个世界上 我们所有的人 就根本从来都没有一个 长这样子的概念的话 那就短 这种概念是不会有的 如果我们从来没有 断这种概念和说法的话 那长也就不会出现 它们两个是相对的 所以这两个呢 这个叫做 叫什么呢 叫做缘起 缘起 但是这个缘起呢 它是跟真正的 比如说 从一个瘾 产生了一个过 这样子的实在的 这个客观的东西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是我们主观上贴了标签 所以这种缘起呢 就是 次有 故必有 就是说 瓷 就是这个 昌萝卜 就是瓷 因为有这个 刺 昌萝卜 然后 就是有这个 断萝卜 萝卜本身不论说 我们说萝卜的 昌和端 萝卜本身 它是 它是一个客观事物 但是它的这个 昌和端 就是我们主观 铁的标签 这个要分清楚 所以 此有 故必有 所以我们 自习地去想想 我们的哲学里面的 很多东西 心理学里面的 很多东西 宗教里面的 很多东西 还有我们 现实生活当中的 各种各样的东西 实际上 很多很多的东西 它跟事物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很多都是我们自己的观念 观念 贴一个标签 那么 就是有了一个 这样子的第一个 比如说 长啊 高啊 低啊 这样子的某一个 观念存在了以后呢 它就引发了 另外一个观念 有长 那就是会有端 有端 那就会有长 所以这些 这也是因缘 但是这是主观的 主观的意识 主观意识上的 这个 观念上的 这个元气 那这个叫做 有词 古有必 有词 就古有必 然后后面的这个 后面这个呢 就是我们 放了一个 从一个种子 然后呢 发芽 然后呢 最后最后就是它 变成了一棵树 那么这个 跟我们的主观 没有什么关系 它是一个 实实在在的 客观的 客观的事物 那么这种因缘呢 就叫做 此神 古彼圣 此生 因为这个种子 它也是 长出来的 种子也是 另外一个植物上 长出来的 前一个植物上 长出来的 因为有了一个 这样子的 种子的单身 然后就有了 发芽 因为又发芽 芽 单身了 然后后面的 一个一个都 发生了 所以呢 这些因缘 这些因缘呢 叫做这个 食物的因缘 或者是我们 用 用我们大家都 能听得懂的话 来说的话 那么这个叫做 客观的 客观的 这个 因缘 那么客观的 因缘呢 就叫 此生 古彼圣 此生 古彼圣 前面的这个 长河端呢 它不是真实的 客观因素上 不是这样的 单身 是我们 主观的观念 所以呢 只能说 有 此有 古彼有 后面的这个呢 后面的这样的东西呢 那就是 此生 古彼圣 所以这两个缘期 就是指导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的 很多观念 实际上呢 就是因为 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存在以后呢 那我们就是在 就单身了另外一个 比如说好和坏 好和坏 等等 那都是这样子 那么这些都叫做 缘期 情经 不情经 我们不是说 这个最后 佛心当中呢 这些都是不存在 好和坏 情经和不情经 也不存在 那么为什么不存在呢 比如说佛心 空心 我们可以理解 它不是不情经 但是情经 应该可以理解吧 但也不可以 情经也不 情经也不是 不情经 它也不是 我们在花园经啊 这个大波尔经里面 经常听到 无数遍的 这样子的话 那到底这些东西 怎么理解呢 你说诗也不对 你说布诗也不对 那这个是怎么 我们在诗书当中 逻辑当中呢 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 直接矛盾的东西 那么这个中间 是不会有第三者 如果中间有 第三者 那么它们不是 这个直接矛盾的东西 比如说有和物 那么有和物当中 不是有 那么一定是 一定是无 不是无 那么一定是有 那这个中间 是没有别的东西 这是我们的逻辑 我们的世俗当中的逻辑 但是在佛 这个发解 空心 或者是佛心当中 我们的 建立起来的 所有的逻辑 所有的逻辑 所有的逻辑关联 都已经是瓦解了 在这个地方 是不成立的 所以呢 你说 无 你不是 不是无 那应该是有 不是有 那应该是无 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 所以呢 所以就是 《花园经》这些里面 将无数个这样子的花 它意思就是这样子 在空心当中 这些都是不成立的 为什么不成立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 看得出来 这是因缘 这个就叫做 缘起因缘 因缘就是因为 有了长就有了 产生了短 这就是因缘 有了怀 就有了 就是有这个好的 这个观念 诞生了 然后有了不清净 就有了这个清净 包括恐 这个观念 我们就是为了大家 方便理解 用我们的语言 会说 这些都是空 但实际上空这个概念 它也否定了 佛经 佛经里面将 二十个 二十种空心 其中一个就是 否定它空心本身 空心本身都否定了 那么 为什么空心 本身要否定呢 因为空与不空 这两个中 我们看到 长和端是一样的 空和不空 那空和不空 也是我们贴的标签 那么这个 佛心和这个空心当中呢 反是我们贴的标签 全部都不存在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是用我们世俗的逻辑说 不是无就是有 不是有就是无 那这个逻辑在这个里面 是显不通的 那显不通呢 到底这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佛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语言 全部都是 他创造的时候 祖先他创造这个语言的时候呢 就是为了这个世俗的生活当中 方便沟通 方便沟通 世俗方便沟通 他是完全能做得到 但是呢 超越了这个世俗以后呢 那这个语言 他就是失去了 失去了这个能力 所以呢 比如说我们六诸探经当中呢 也有讲 不可思不可言 为什么不可思不可言呢 还有就是龙鼠菩萨的中观里面 也有讲 他说不可说 为什么不可说呢 就是因为不可想 因为我们人说出来的话 都是我们先想 然后呢再说 那么你就是根本没办法去想的话 那表达什么东西呢 没办法表达 所以就是不可言 就是因为不可思 不可思是为什么呢 再进一步地问 为什么不可思呢 因为我们的思考 都是我们自己去贴 各种各样的标签 那么这个空心和佛心当中呢 你贴的这些标签呢 都不存在了 所以不存在的时候 你怎么表达 这没办法表达 所以在这个当中呢 语言就是完全就是 失去它的能力了 失去它的能力 所以就是佛经里面呢 也经常也讲 我就用手指头 去制这个月亮的时候 你就别看这个手指 就去看月亮 这个手指 虽然是说 月亮就在空中 但是呢 你这个手指头 你如果这个时候 去看这个手指头的话 永远都看不到月亮 意思就是说 我们通过语言 来讲这个空心 但是如果你就是 执着于这个语言 你还是停留在这个语言 你纠结这个语言的这些 各种各样的 这些语言的问题的话 那么你永远就 感觉不到它的真实的意思 所以 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了这些以后呢 这个元气 知道了以后呢 这些方面的理解是 特别是有帮助的 这就是此神 此有故彼有 然后后面的 这是我们现实当中的 客观的书 就是此神故彼胜 这两句话 后面的两个端语 这是佛教 给这个元气的定义 元气有两种 两个元气的定义 就这么简单 然后呢 这是经节之说 这是弥勒菩萨说的 所谓从中生涯 现在开始讲外面的 这个因果 开始讲这个外面的 因果 然后讲外面的 这个因果的时候呢 就说 首先是讲这个外面的因果 就是客观的这些实施 那么这个呢 也讲了这个 一个一个 整讨的外面的元气 那这个时候就说 说为 从中 圣芽 从芽 圣业 然后就是 从业 生井 从今 圣戒 然后呢 从戒 生水 从水 生花 从华 圣世 然后到这个 就是一个 它一个 植物的 一个生章的 这个过程 这个石 从华 圣世 石 又是中子了 又变成中子了 这个石就是它的中子 然后这个中子呢 又从开始 中子 又是 从石 我们可以这样子叫 从石 生涯 这石就是它的中子 那么这个也就是 在这些植物 全部都是在这样子的 营果当中 循环 从芽 到最后的 这个 到石 然后石 就又变成了 它的中子 从石 又生芽 又是一个循环 这样子 一代一代 一代一代的 这个循环 这个是 植物的轮回 植物的轮回 然后人就是这样 这个我们前几天 已经介绍过了 吴明 从吴明 行 石 等等等等 最后呢 从生 然后就是老死 老死 它是最后的 这个环节 然后老死以后呢 又从吴明 再开始 这个是内在的 轮回 这是内在的人类 或者是生命 也不叫人类 这叫做生命的轮回 那么这个叫做 外界的 这个事物的轮回 都在轮回 实际上 整个的宇宙 它们都是在一个 这样子的轮回 因果当中 就不断地 就是这个 循环 然后呢 这个当中呢 有一部分呢 它可以 反制它自己的 下一代 反制的方法 有点点不一样 这叫做 缘起 然后后面 就讲这个 缘灭 这个我们前面 讲过了 缘灭 缘灭 就是回归的路程 缘起 是往前的 这个 这个路程 然后呢 缘灭 是往后 往回归的路程 从化 生实 然后呢 若无忧忠 若无忧 无忧 这两个字 实际上就是没有 但是佛经里面 就不会 不会讲 没有这两个字 佛经经常讲 那个时候的 那个时候的 文言文的 这个否定词 就是无忧 无忧 实际上就是没有 若没有忠 我们理解这样子 最容易 若没有忠 亚 即不胜 如果没有忠 那么亚 从哪里来呢 不会有的 乃直 乃直就是 这个中间的 这一部分 就不说了 然后呢 后面的最最后 一个环节 乃直 若无忧 化 如果没有化 那么同样的道理 实已不胜 这个实 它也不会 不会出生 有忠 有忠 亚生 因为就是 有忠子 所以亚就胜 如是 有化 有花 有花 实已得胜 有花 那么就 化的中 这个花心 就产生 它的这个国 它的这个实 所以呢 有了化 以后呢 在后面 就是实 所以这个就是 有 一只这样子 往前 是 元旗 然后往后 就是说 没有的 这一部分 如果没有中子 就没有 没有牙 那这个 就是 元米 那么 这个在外面 外在的 外在 的 这个 植物 以及其他 所有东西 都是这样子 然后内在的 我们的生命 都是这样 然后我们的 这个 意识 意识的活动 意识的 各种各样的活动 也是这样子 当中循环 都在 这样子的 这个 这样子的 营果当中 循环 然后这个时候呢 有就是 佛说 佛就 经节之说 必种 以 不 作 是 念 作念 这个是 什么意思呢 这种 这种表达方式 佛经里面 非常多 意思就是说 我们翻译成 现代语言的话 如果它不怎么去想 这意思 作意 就不想 不作意 就不想 作意 就是去想 虽然这个 虽然这个 种子 它就 发牙 牙 然后呢 再发后面的这些 但是它们都是 没有这种 它们都是 没有思想的 这个植物 它们都是 没有思想的 种子 它也没有想 我能生牙 种子 它会不会想 我能够生牙 它会想吗 它不会想 它没有这样子的 这个思考 它没有这样子的思想 但是 这个种子呢 就是从 牙 这个牙 从种子当中诞生 种子就能发牙 但是种子 没有这样子的 概念 因为种子 它没有这个精神 没有思维 所以呢 虽然这个 种子能发牙 但是呢 种子它不会想 我能生牙 它不会想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 一个 比如说 有一个人格化的 不管是上帝也好 人格化的 某一种生也好 谁也好 它就是 首先去考虑 我要去做一个 这样子的实践 然后呢 我要让这个种子发牙 我要把这个种子 变成什么什么 它又没有这样子 没有 这一切都是 一切都是自然的 它都是自然的 这些都是 没有这样子 谁都不会这样子去想 种子它没有这样子的思考 牙 它也没有这样思考 但虽然没有思考 但是因为这个银元 它银元和和的时候 这个水 这个湿度 温度 空间 全部集合的时候 你虽然没有这么去想 但是它会诞生的 这叫做因缘 缘起 这叫缘起 我能生牙 不作识念 就是说 种子 它也不会去想 我能生牙 它不会这么想 牙 亚 不作识念 牙 它同样也不会想 我从众生 亚 它也不会想 我是从中子生来的 它也不会想 但是它虽然不会想 但是它就是从中子 产生 这个呢 也没有什么人味的 就这样子的这个 草着 但是因为这个叫做自然 这个叫做自然的缘起 缘起就是这样 这就是这个银元 所以这个银元就和和的时候 它自然就会形成 然后中间的这一块 就没有说了 就说到后面 省略了中间这一部分 乃至 那那个时候呢 没有这个省略好 还有就是这个 刚才我们看到 这个佛经里面的 这个标点符号 这个像句号 这个东西 我不要理解为句号 这个不是句号 这个不是标点符号 这个早期的佛经 是没有标点符号 汉字里面 用标点符号 才一百年左右 这个之前 以前更早的时候的 这个佛经 都是没有标点符号 这个就是一个 把这个橘子端开 这个一个这样子的符号 不能理解为这个句号 它也不是句号 它也不是都号 它不是一个 其他的标点符号 它就是把两个橘子分开 容易理解 所以早期的这个佛经的 它的原文 是没有这个标点符号 也不可能有标点符号的 然后如果是用 生略好的话 那那个时候会用生略号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没有这样子的符号 所以佛经里面 就是要生略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乃直 这两个字 经常都是这样子 所以乃直 画以不左思念 它画也不会像 不会像什么呢 我能胜事 它也不会像 我能够产生这个国事 花也不会像 我能够产生国事 事已不左思念 国事 它也不会像 它也不会去像 我是从 我从化生 它也不会像 我从花生 产生的 虽然 佛经里面的虽然 这两个字呢 但是 这个意思 但是 有种 孤儿 得亚 得生 但是呢 有种 那么就会 亚就会生的 虽然他们都没有一个 什么 我能够生亚 或者是我从 种子当中参生 它没有这样子的 没有这样子的观念 但是 就是有种子的时候 亚就自然就会出来的 这叫做什么呢 这就叫做 淫源 淫源 呵呵就是这样 这叫做自然的规律 所以呢 就是不需要有一个人 去 这个操作 也不需要某一个神 某一个招诛 某一个 那个时候还没有上帝 这样子的说法 那个时候 印度教里面 他们 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神 那么 印度教那个时候 当时佛陀还没有 没有成佛 之前就有很多很多宗教 他们这些宗教呢 比较主流的这些宗教 他们都 每个宗教都有一个自己的神 他们都认为 这个世界就是这个神创造的 所以 佛就是说 他们都是没有这样子 也没有神 也没有人 也没有 他们自己也不会这么想 怎么想 但是 他们自然的规律 就是这样子 有忠 古而得亚得生 如实 有华 古 实 己能 既而能成就 然后呢 有华的话呢 它虽然就是 没有这样子的概念 但是 如果有华 那么 它的这个 它的 国实 就自然就 会成就的 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们先 听下来 大家看看 大家怎么想 我们 有什么想法 然后呢 有什么问题 我们交流一下 那就是我们昨天 您讲了万物维心照 然后也讲了那么多的 那个就是 其实我们产生的 那个是我们心产生的 然后今天又告诉我们 其实它是一个客观的世界 跟我们的心没有关系 对 怎么回事 特别好 是这样子 我们 万物维心照 的意思 就很多人也有这样子的问题 万物维心照 的问题 这个 我们不能理解为 我想什么样子 就想什么样子 我想让它编 一朵花就一朵花 我想让它编 一棵树就一棵树 它不是这样子 万发维心照 不能这样子理解 万发维心照 就是一个大的框架 因为这个外面的这个世界呢 实际上呢 我们昨天讲的 比如说 你们可以算一下 比如说 地球的这个中间 红 池 池线这个地方 就量的话 大概有四万公里 四万公里的 99.99997个 这个减了以后呢 剩下的零点T级 这个是多大的T级 这个才是 地球的真正的质量 其他的都是 我们自己的错觉 那么我们的 错觉的这个部分呢 那这个肯定是 跟我们的主观有 这个跟我们的心有 有关系了 那实际上这个地球呢 它实际上 它本身无知的结构上 它不是我们 现在看到的一样 所以它的百分之 就是九点 后面的七个九 这个是我们 自己创造出来的 是这个 万发维心 是这样子的意思 但是我们创造了以后呢 这个里面呢 它也有一个自然的规律 我们的心 创造了这东西 但是呢 创造的时候呢 创造完了以后呢 它也就是 就是这个里面 没有任何的规律 然后呢 我们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这个不是我们 虽然是我们创造的 但是呢 它有一个规律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 昨天我们讲的是 这个大的这个框架 今天我们讲的是 这个框架 立面的一些细节的 这个规律 所以这两个是不矛盾 我们平时都是 佛经里面经常讲 万发维心啊 等等等等 特别多 但是这些都不能理解为 我们虽是 以我们的这个观念 把它相表它 变成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样子 相把善变成恶就是恶 相把恶变成善就是什么 这个不是万发维心的意思 万发维心的意思是 我们到阿赖耶什上面的 种子称数了以后呢 就是投影出来了 一个这样子的世界 但是这个世界是 里面呢 它是有规律的 这样子 然后这个规律 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啊 比如说它的种子 它的鸭 那么这个从表面上看呢 它就是一个五指 如果我们深层次地去讲的话 那肯定呢 比如说 种子它也是原子构成的 然后每个原子的 这个百分之九十九 点九九九九九 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所以每一个原 每一个种子的大部分呢 也是我们的心创造 这个是完全是 亚也是这样 但是呢 它也有一个自己的规律 这样子有一个规律 那么最后呢 就是如果我们昨天也讲了 如果是真的要 佛教要造一个 找出一个造物者的话 那就最后就是心 但是心它创造的这个世界呢 它是有规律的世界 那今天我们讲的是 它创造出来的这个规律 所以这两个不矛盾 你有问题再继续问 那如果像刚才您这样说的话 我们即使是在这个 有规律的 客观规律的世界里 其实那个百分之九十九九九 还是我们创造的 还是你的 那最终来说 还是我们心状的 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是是是 最终是我们创造的 那比如说那个九十九九九 还有零点零零零零 那个零点零零零零的 那个特别小的那个部分 可不可以把那个部分理解成 是一个客观的 这个还不行 因为这个是电子盒的部分 比如说电子盒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我们把一个原子 一个原子就是放大到 这栋楼这么大的话 那么它的电子盒有多大呢 它的电子盒就一粒豌豆这么大 最大就是一粒豌豆这么大 但是呢 它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呢 它又不是 它又可以栽粉 再分了以后呢 直指中指等等 又变成了其他的 然后再分的话 它又变成了上夸克 下夸克 中夸克 然后先母签是这样子 这叫做肌病理质 但是呢 还有一个 虽然是实验上还没有这个成功 但是有一个理论武力 这理论上是已经是成立了 这个是叫做线理论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那这些夸克这样子的东西呢 也是一个根本就不是一个颗粒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封闭和没有封闭的线的真东 就参生了实觉里面 就参生了点状的 那么这个的话 那它也就是 也就是它的业余大部分都是 都是新创造出来的 那么这个的百分之多少 这个我没有看到 没有科学的数据 没看到 不知道是多少 反正这个里面呢 很多也就是新创造 那最后呢 科学到这个地方了 今天的基数就只能做到这一点 以后的话 总有一天 不知道要十年五年二十年以后呢 那有一天 一定会科学家 就会告诉我们 实际上原来这些东西呢 比如说线 再往下分的话 实际上最后呢 就是分了以后的没有 没有的是回头一看 原来这些都不在外面 都是在我们自己的大脑 这个时候 他们肯定会说 都在大脑里面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错觉 但是现在就是到 所以你刚才说的 就零点零零零零 那个实际上它也是 因为我们昨天是到原子以后 就没有再降了 如果再下去的话 零点零零零零 这个也是 这也是不成立的 那 那 刚才 我记得昨天也说过 最后分分分 分到是一个能量 那这个能量 跟这个心之间 是什么关系 能量就是 应该说是 这个 玻璃二相形 我是不是不专业的 所以就是 任何一个不专业的人 就这样一个专业的东西的时候 自己认为是这样的很好 但是实际上 根本就是一个专业的人 听的话 根本就不对的 但是 但是我们 我看很多很多科普的书 然后呢 也就跟很多的那些 那些 那些 搞这个研究的人交流 这样子的话 我的理解就是说 这个 能量呢 那就像啊 就 它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就是密漫在这个 这个 空间 当中的一个 这样子 但是我们抓不住的 但它是存在的 能量 但是这个能量 它也是一个 无知的另外一种 不同形式的存在 它的密度 不够高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 在密漫在空间当中的 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那它的密度 特别高的时候呢 那这个能量 就变成了颗粒 那变成了颗粒的时候呢 然后它就叫做 基本粒子了 基本粒子 然后这个有一个 双峰实验 就是说一个 一个这样子的班子啊 有两个 两个 两个风 然后呢 光电子这样子 搭过去了以后呢 那么 如果它是一个颗粒的话呢 那就是 它就从一个风里面出去 不可能几个风里面出去 但是呢 这个实验就看到了 这光的这个 颗粒啊 光粒子 它是这个 这两个风里面都出去 所以呢 它同时也是一个 波 所以 这波的部分 这些都叫做能量 然后这个能量 这个一个颗粒 最后就是 它的密度不够的时候呢 那就是变成了能量 然后能量的 这个密度 很高的时候 它突然间 看起来就像一个 无中生有这样子 它就变成了 一个粒子 那这个跟佛教的理论 是非常非常地符合 但是 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子 它是不是追踪这个 还可能 可能会不会有 追踪的新的这种说法 因为这些科学都有 不通 不听地在发展 最近的结论是什么样子 我不是很清楚 大概就是这样子 如果是我们在座的当中啊 就是有这个 学无理学的 如果我这个不对的话 执政一下 那我理解是这样子 那看破 我再想问一个 就是刚才还是说的 那个万法为心造 然后佛法里 经常在说心 我能把那个心理解成 就是八十吗 对 心理解成八十 这样子啊 这个你说的也很好 比如说 我们把心理解为一时 然后呢 一时去创造这个 十万事万物的话 那就有点混乱了 比如说 以我们的一时 给它贴个标签是画 它就是画 给它贴个标签 它是一棵树 那就变成一棵树 那这样子就没有任何规律 就乱套 所以不是一时创造 实际上这是我们的 阿赖耶什一千的 阿赖耶什上面的这个 中子 它在创造 但是有话说回来了 那这个中子来自于哪里呢 那又跟这个一时有关系 因为一时的某一 国去的一个一时的年头 就留下了一个中子 那现在它成熟了 就出现了一个这样子的世界 那像就是 就是就是 就是世间说的 心理学家说的那个心智 就是 您见那么多科学家 他们说的那个心智 是指的 那个意思的部分是吗 我见到这个科学家里面 有两种啊 我前几天给你们看了一个图编 那个是哈佛医学院的 特别一流的脑圣经科学家 我跟他问这个心的时候 他直接就说 心就是心 不是 心就是大脑 他现在也是这种这种观点 所以 所以他最终就是说 心是什么呢 心就是大脑 没有别的了 还是这种观点 但是另外一部分的人呢 他不是这样子 那心不是 不是大脑的这个禅物 那心就是心 那么这样子的话 他虽然没有讲 那个阿列耶什这样子 但是他们理解为 心就是心理 或者是意识 心就是意识 大概就这样子 谢谢 唯物论者当中 就是有两种唯物论 一个叫极端唯物论者 极端唯物论 这个观点就是说 就是我们把这个大脑的 这个给他画一个地图 然后把这个地图画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大脑的哪一个区域 是关哪一个地方的 那么最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心灵 这两个字 从我们的次点里面 把它扔掉 不要心灵了 我们以后再不探这个心灵 什么意识 不说了 就说这些 这叫做极端 极端唯物论者 那科学家里面呢 也有一部分这样子的人 堪布你好 你好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 其实也没有很想清楚 不但是问堪布 我希望那个 在座的就是 这些同修有的 没事我们交流 对 讨论一下 就是昨天 你讲的那个悬火轮嘛 就是在 在那个 心理学里面 就是说是我们 有一种观点 是我们人是有潜意识的 但是这个潜意识呢 它是没有时空的概念的 就像我们中期一生 可能都在找我们过去 或者我们儿时啊 某一个点受到了伤害 但是那个 因为它存在我们潜意识中嘛 潜意识是没有时空的概念的 所以它老是会跳出来 影响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 甚至有的人 中期一生都在治愈童年 但你昨天讲到的那个 就是那个炫火轮 就那一点的时候 包括这个 你刚才又说到了 这个99 后边的那个 那个7个9 都是我们创造出来的 那么一点 那就是我就有点 有点搞不清楚的 就是其实我们的 不管是我们的人生也好 还是我们的这个意识里面的 这个心也好 其实都是很小的那一点 但是生命呢又那么长 就是我们会逐渐看到 这个物理的现象 是它在衰老 但是在这个里面 就是我描述不清楚的那一部分 它其实是那个一点 就是其实是很短的 但是呈现出来呢 又是一个线性的 又是有一个时间线的 就是我就 所以我的问题也不是很清楚 但这一点我就模糊住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就怎么去理解 这一部分 所以我知道我们在座 也很多研究者 特别好 大咖 就这个是怎么链接 我其实没有搞明白 对对对 是这样子的理解 我们是要把这些 以后我们就是有 就看佛经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诀窍 这个特别重要 我觉得我们跟这个佛经 跟这个心理学连接的时候 佛经跟这些物理学连接的时候 任何一个时候呢 这个都很重要 就是佛经有很多的层次 你要跟连接哪一个层 这个特别的重要 这个特别重要 如果是你把心理学 或者是科学里面 拿一个东西来 连接到这个层面上去 那不一定是符合了 连接这个层面 也不一定符合 所以你就要找到一个 同品的 同品工程 这四个字 我觉得特别重要 同品 同一个频道的这个 这样子 你就能连接得上 那首先第一个是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们在现实当中 我们看起来 这个世界就很大很大很大 物质世界 然后心灵呢 在这个当中 就是这么一点点 就刚才你说的 这是我们的常识 就是这样子 你说清楚了 我都听清楚了 你说你没有说清楚 那么 那么 那么这个层面上 这样的话呢 这是 这是一种现象 现实就是这样 这样子 这是一种现象 但如果你去不去 深入地去看 这个现象 对和不对啊 这到底是不是这样子 如果你不去这样子看 你就是跟着这个现象去 现象走的话呢 那这就是这样 这个世界就是物质啊 它到底是不是物质 先不说 它现象就是物质 它以物质的形式 呈现在我们的前面啊 它不是以精神的 比如说这个 这个微生之 当然是以物质的形式 呈现在我们的前面 它并不是以精神的 这个形式 呈现在我们的前面啊 那当然这个 另外一个是 你到底它是什么呢 这个先不说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什么 那从这个层面上讲的话 那你就是刚才讲的是对的 这个世界很大 这么大 这个地球也这么大 虽然就是说了 百分之 九点九九九 就是我们的幻觉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 研究的数据 但我们也看不清楚 反正我们看起来 这个地球就是 水就是水 山就是山啊 这个里面 百分之多少多少 是我们的新创造 这个我们永远也感觉不到 那从这个层面讲的话 那是不观察的 现象是什么样子 就什么样子 就跟着这个现象走 那这个时候呢 佛教也就不会说 那个时候是这个 万法是微信啊 这些他不会说 物质就是物质啊 精神就是精神 分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如果是从这个层面上 你要给佛教堆结的话 连结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是佛教的 这叫做佛教的现象 现象 那这个时候去 就是就去 我们昨天也就提到了 这个罗书的这个 现象与什么那个 实在 对对对对 现象与实在 这个特别有意思 这个佛经里面 一直都是这样子 所以你先不看 它的实在是什么东西 你就看它的现象啊 那么从这个 现象的层面看的话 那万法是不是心造的 不是心造的 物质就是物质 然后呢 心就是心 从这个层面讲的话 是可以连结 我想我们的日常生活呢 就是我们是 从这个层面生活的 我们生活就是这个层面 然后呢 心理学啊 这些绝大多数呢 也是就在这个层面 就是认为这个地球是物质 然后外面都是物质 然后我们的心就在 在我们的心 包括它是 是个大脑的一个禅物呢 还是本来存在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反正看到的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层面上讲的话 也可以对解 跟佛教可以对解 但是这个时候呢 那个时候我们就不能讲 万法卫星招啊 这个就不能说了 那如果说的话是对不上的 那万法卫星招 什么时候说呢 如果你就是不太满意 我看到的或者是这个现象 我得要看个清楚啊 我得要看清楚 它到底是不是个物质 然后去观察的时候 然后就又进入了 另外一个层面了 就是这样 所以佛教 把世俗地啊 生意地啊 分这么多的层面 然后呢 世俗地再分的 世俗地也有分两种世俗地 正世俗地和道世俗地 道就是颠倒的世俗地 真世俗地就是 正确的世俗地 世俗地虽然是 这个跟生意地来讲的话 它是不正确的 但是它自己的层面来讲的话 它也有这个 这个颠倒的 也有正确的 所以正世俗地和道世俗地 正世俗地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看到 这束花是一个物质 这种观念是正世俗地 是对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花 就是堪称一棵树 或者是另外一个什么东西 比如说把它当作 是一个塑料的假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叫做道世俗地 因为这个是颠倒的 在世俗里面都是不成立的 道世俗地 正世俗地是 我们日常当中的 这些正确的 这些观念 那么这个是 你刚才说的 这个要跟那个 佛教的正世俗地 这个层面 对接的话 连接的话 那就不矛盾了 这个层面 佛教也会这样子讲 这个时候就不会一下子 就说万发卫星 一切都是 不是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们喝的水 是不是我在喝我的心呢 佛 佛不会这样子讲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很乱讨的 这样子说 佛教也说我在喝水 不会说我在喝我的心 这样子就乱讨 所以佛经里面呢 也有讲 他说 如果山 一座山 如果山是你的行 这样子的话 那比如说 这个夜火 这个火 烧这个山的时候呢 那就是也就烧了我的心呢 那没有 这个是在 这个世俗层面上 是不成立的 比如说一栋楼 你说是你的心 那这一栋楼 发生了火灾 烧起来的时候呢 那是不是烧了我的心呢 那不是 这是世俗层面上 那当然这个 最后的时候 这个层面上 讲的时候呢 最没问题啊 信也就是我 这个火焰是我投射出来的 那那个上面 是没问题了 实际上也是 我的心的一种 另外一种现象 但是这个层面 是更高的层面 更深层地去 砍的时候呢 才这样子讲 那现实当中 不会这样讲 现实当中 就是现在是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样子 其他的都不会 这个现实当中 只分正式书和道式书 其他都不分 道式书是我们的 正式书是我们日常当中的 这些正确的 这些观念 谁就是谁 华就是华 道式书就是 电导的式书 对 电导的式书 我再说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 可能也许很多人不明白 到底佛教在讲什么 是物质还是精神 是物质还是精神 到底是什么 那么 是这样子 任何一个问题 它都有一个 它的一个现象 的一个层面 然后在它的背后 有一个它的真实的一面 都是有这样子的两个层面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 我们的眼睛看到的 或者说我们的五个感官 接触到的这个世界 它看起来就是一个物质 这个就叫做物质 这样子才就叫做物质 物质就是这样子 这个除了这些意外 没有物质 就叫做物质 然后这个是物质的话 那么它我们看到的 就是物质 那么这个层面上降 那么就在降一个物质 这个在佛教里面 就叫做现象 它的现象 然后 有两种情况 比如说这个跟佛教的 修心有关系 修心有关系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这个黑壳帝国 这个电音里面 它就是体现出来了这个意思 那个时候不就一个黑人 两个手里面 一个是两种腰丸 一个是绿色的 一个是红色的 让这个人他去炫 如果是你把这个红色的 绿色的腰丸吞进去了以后 那么这个游戏就结束了 你还是在这个窗上 会醒过来的 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你就是在一个这样子的 虚拟的这个世界里面 可以照样地去生活 你什么都不会知道 你也根本就不可能知道 这个世界到底是个虚拟世界 还是什么世界 但没关系 你在这个世界里面 完全可以生活 生活是没问题了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如果你把这个红色的腰丸 吞进去了以后 然后就不一样了 然后你就最后就会知道 这个虚拟世界 这个世界的真实的面目 真实的面目 它就不是一个世界 它这个世界 就是一个电脑的程序 变出来的一个虚拟世界 那么这个是另外一个 你如果想知道 这个它的真相的话 那你就吞这个红色的腰丸 如果你就不想知道 这么多东西 我就是像这个世界里面 好好的生活 我其他不需要什么真理 什么都我不管 那就不要去说 这个是精神 什么都不重要 现象是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样子 它这意思 然后这个跟佛教的修行 有什么关系呢 佛教的修行 就分两种修行 可以说三种佛教 大乘佛教 小乘佛教 人天佛教 三种佛教 那三种佛教的 第一个佛教 如果我们分两个 这三个 如果是归纳为两个的话 一个叫做 解脱 两个叫做解脱道 解脱道就是大乘佛教 和小乘佛教 然后另外一个叫人天道 归纳的话也就只有两个道 一个是人天道 一个是解脱道 那么如果你想解脱 或者你先说这个 你先不考虑解脱 我就不想解脱 我就是需要一个生活 需要 我就求健康 还有幸福 就是这些 其他什么成佛 阿罗汉 解脱 这些东西 我不甘兴趣 我只需要这个生活 幸福的生活 好 这样子的话呢 那你就不需要去说 这个世界是精神 还是百分之多少是精神 等等等 这就不重要了 那么你 重要的就是你的现在 就在你的感官当中 显现出来的这些东西 就完全就可以满足 你的需求了 关于它的背后 它的真相是什么 这些都不重要 它真相是什么 就是什么 反正你的 你需要的这个 幸福的生活 是就在这个当中 就在这个 感官看到的这个世界里面 在后面呢 你要去找 也找不到什么 你的这个需求呢 就是感官所看到的 这个世界 就可以满足 你的这个需求了 所以你也就不需要 再去思考什么 精神啊 空心啊 空不空啊 这都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现在这个是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样子 那么这个叫做 人天岛 然后另外一个岛 叫做 借托岛 那借托岛的话 那必须要突破 这个层面 这个必须要知道 自己搓 搓在哪里 然后人为什么要轮回 源头是什么 这些都必须要了解 那这个时候呢 涉及到无明 然后要断除无明 这个时候呢 也要知道 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 无明就是无知 这个错误的观念 那么错误 我们错在哪里 这个也要知道呀 那么错在哪里 我们如果不去研究 不去观察 这个世界的本质的话 那是没办法知道 错在哪里 所以你如果需要 解脱的话 那你就要去 进一步地去观察 这个时候呢 你第一个 这样子观察 深入观察的时候呢 第一个层面 你遇到的是什么呢 原来这个世界 是我们的遗失 创造出来 就像黑格帝国里面 就这个世界是 这个电脑的程序 变出来的一样 这个原来这个世界 是我自己的 这个意识 创造出来的 然后再进一步地 去观察的时候呢 这个背后呢 我一世创造出来的 这个世界呢 实际上呢 也就是一种 一种错觉 最后的这个背后 就是空心 背后是空心 那么这样子 一层一层的突破 最后就是达到空心 然后就找到了 这个解脱的路 那么想解脱的人呢 必须要去思考 这些问题 然后呢 不想解脱的人 那么他不需要 这些东西了 那就表面上 是什么样子 就什么样子 这样子两个路 那这个当中呢 我们现在讲的 今天我们讲的 这个因果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他也有 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 讲过了 比如说 谁尖到了元气 谁就尖到了法 这个就有两层意思嘛 那这个两层意思的 这个深层子的意思 就不需要 对他来说 就不需要了 那么他就理解 这个表面的 这个就可以了 那么表面的就是 比如说世界就是物质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物质 我看到的 是不是真的和家的 我就不管 这跟我的需求 是没有什么关系 我需求 我追求的是 这个现实当中的快乐 那我的现实当中的快乐 我看到的 我听到的 他可以给我 那么他 关于他是真和不真 跟我没关系 我就不关他 我就不去 这个 就关心他是真和家 我只关心 他能不能给我 得到 带来这些 感官上的快乐 那他是可以的 所以他不会 进一步地去观察 然后 所以呢 他就 就在这个层面上 那这个层面上 看起来 这个都是物质 我们也不说 他是物质 还是什么 如果要说 那么就是像 昨天这样子 进一步地 去观察的时候 他后面的 真正的本质 就是什么样子 那就知道了 很简单 比如说 我们就看到 一个水果 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没有必要去 观察 它的原子 它的分子 它的原子 它的原子 然后再分的话 就是原子和 电子和 原子和 然后原子和 再分再分 这些是在生活里面 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为什么呢 因为生活当中 这是用来吃的 你得去研究 它有什么样的营养 它能不能吃 吃了对身体 有没有什么伤害 你就去考虑 好 没有 那没有就可以 这个原子分子 就不用管了 那你需求 就已经满足了 但是如果 有另外的需求的话 那就要去看 这个水果 是由什么分子构成的 分子当中 有什么样的原子 然后呢 这些都需要 所以都需要去研究 所以就是我们 就这个 要了解一个 我们要再了解到 那个层面 就要看我们的需求 就我们的需求 看需求 哪一个层面 能够达到我的 满足我的需求 那就我就研究到 哪个层面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 这些呢 它是有 它是从五值的层面来讲 但是如果是要 进一步地去研究的话呢 那最后呢 这个比如说花 中资 这些也是 跟我们昨天讲的 当然是一样 它的百分之 就是9.99 也是昨天讲的 就是 它也是这样子 但先暂时 就不说这个 先暂时就是说 它的这个规律 就是这样子 这个层次不一样 层次不一样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的追求 不一样 大概就是这样子 川普 您请问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昨天我们讲到 您讲到一个假设 讲到一个假设 就是如果地球上 所有的这些电子的活动 停止了 那么可能地球 就是一个皮球大 在这呢 就是我有一个疑问 其实我们去说 这个所有电子停止运动的时候 这个地球是个皮球大 本身它还是用我们的认知去看的 对吧 就是说它有个多大的状态 其实还是用我们的 那如果是用我们的认知去看的时候 其实我们 至少我们的意识活动没停止 也就是说 还有一部分电子是没有停止运动的 所以我说 从这个角度上可不可以理解 如果真的假设地球上 所有的那个电子停止运动了 地球不存在了 嗯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嗯 你这个问题也很好啊 但是这里面呢 这个问题里面呢 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比如说你 比如说地球 这我们看的时候 它是这样子 那它这个 如果这些电子都不转 假设这个不会有这一天 但是假设如果是不转的话呢 那么就是这些空间全部要 这个99%的这些空间全部要 兼去 兼去了以后呢 那就地球就很小一部分了 那这个时候你还说 我们的那个时候去看吗 那个是我们不看的情况下 说的的 那个时候还要看 那就有点不对了 这个是我们不看的情况下 它就编成了这个 但是如果当然了 比如说你说 你说如果我们那个时候去看它的话 那它这个时候就是没有这个云动 产生的这个错觉了 那个是没有了 那那个是剪也剪不掉的 因为这个没有发生 但是那个时候 如果我们看到了一个皮球这么大 皮球也是架式 不一定是架式 如果稍微要准确一点的话 我觉得我们把地球的体积当中 出于这个 它的百分之的 整个地球的体积 免极当中兼取它的百分之九十九点 会面的七 而生下来的就是它的免极 那也不一定是个皮球 这个是我们昨天 就是随意说的 那这个时候如果去看的话 如果真的有一个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去看的话 那那个里面 那个里面也有错觉 但是这个错觉是从佛教的教度去讲 可能是成理 从现在的这种科技的教度去讲 不太讲得通 为什么讲不通呢 因为那个时候它没有 那个铅子的不专了 那不专的话呢 这个专动速度给我们的这个 缓觉 那个时候就不存在了 所以它这个就是 那个时候的错觉就可能不存在了 因为它不专动了 但是佛教的教度来讲的话 那也凡是你能够看到的东西 你的你的容颜 能看到的东西 那么这个里面都有错觉 没有说清楚啊 这个也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假实而已 实际上也不会出现 也不会有这一天 但是假实这样子的话 确实我们思考一下 特别好玩是吧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